剛才我和譚文豪議員也有出席到特別的行管會 也都看到那條片 對於許智峯議員的行為 公民黨認為這是完全不能接受 也是需要譴責的行為 同一時間我們尊重民主黨內部的內部程序和決定 我們也注意到警方已經展開刑事調查 因此在這個階段我們是沒有進一步的評論 我了解大家可能會去問 究竟在將來有可能出現的罷免動議那裡 公民黨的立場是怎樣 公民黨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認為許智峯議員的行為和罷免是不符合比例的 我們認為許智峯議員已經深切道歉 我們現在會尊重民主黨的內部程序和警方的調查行動 至於將來如果有可能出現 在立法院內部的調查委員會 我們公民黨是會參加 也都希望在那裡釐清真相的 為何你認為它是 disproportionate 是否判斷 當你認為它是否判斷 是否判斷 當你認為它是否判斷 當你認為它是否判斷 是否判斷 但如果我們判斷 有許可判斷 是否判斷 是否判斷 我認為它是否判斷 是否判斷 能夠判斷 能夠判斷 使得您的程序和警方的調查 是否判斷 能夠判斷 但行為分支 這個定義可以無窮 在你心目中 在任何部門的見解 是否判斷 會否判斷 令它被判斷 令它不得 控制霸面的被判斷 建基於現階段我們掌握的資料 這是我的結論 或者這是我們公民黨的結論 當然行為不檢的定義是會視乎有很多的 包括一個人的動機 確知的行為 行為的時間是維持了多久等等 不一而足 在這裏我亦都未必方便 亦都未必可能可以全部逐一列舉出來 剛才楊岳橋議員都說了我們是會參與 如果真的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在立法會我們是會參與 我們都希望現階段尊重那個程序 在整個調查完結之後 我們希望看完整件事之後再下一個結論 但現階段剛才楊岳橋議員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的看法是怎樣 OK 謝謝